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介紹一個全新項目, 就是華強北私人電影院EK影視部 私人電影院我知道了好久, 但因為價錢不便宜, 所以我不太明白為何會去 大家都知道深圳看電影好便宜, 而私人電影院比去戲院更貴 但偏偏私人電影院越開越多, 而且有部份幾高級, 價錢幾驚人 因為我想知道它的優點, 所以去了EK影視部落拍片 EK影視部落有十幾個房間, 而每一間房都有自己主題, 幾多變化 價錢相對來說便宜點, 雙人房平日128元2小時, 包一杯飲品和泡菊 我試了動漫主題的房間, 佈置得幾好, 有好多海賊王元素 特別是天花版的露菲, 相當有型 電影選擇好多, EK說超越了3000部高清圓盤的電影 我覺得自己看電影都有不少 當我試過私人電影院後, 覺得它的確有些地方比戲院更優勝 例如可以選擇的電影, 比上映中的電影多是N多倍 大家就好容易選擇到自己喜歡的電影 而且覺得不好看, 就可以轉看其他電影, 或者跳了好悶的部份 整個自主性會大好多, 特別適合有小朋友的家庭, 小朋友會自由好多 這張三文梳化都幾大, 大家可以把兩隻腳放上去, 看電影時會舒服好多 私人電影院的大屏幕都不小, 有120吋至160吋 畫面的解像度, 清晰度都幾高, 質素不錯 大家需要在電腦選擇電影, 有時候要等一等我電腦, 反應不算很快 電影字幕都是簡體字,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音響用了5.1聲度喇叭系統, 不算太特別, 而且聲音太大 如果大家都覺得聲音太大, 就可以去木櫃弄小音量, 或者叫縫門幫忙 另外木櫃旁邊有兩個USB位置, 位置比較隱蔽 大家可以一邊看電影, 一邊幫手機充電 房間的空間足夠, 座位和按摩的距離都幾適合, 不會太近 這間房間的冷氣幾涼爽 EK可以看3D眼鏡, 亦配備3D眼鏡, 想借眼鏡就需要先付壓金 差不多看完畫面頂部會有提示, 提示客人想看可以繼續付錢 如果到了時間, 電腦和大屏幕都會出現關屏畫面 用電腦計時是相當公平 大家要留意外帶食物EK會收回30-50元的清潔費 現在介紹交通安排, 由羅湖坐5個站去到華強路站 在C出口上地面 一直向前行, 過了一條小馬路後轉左手邊, 繼續行 好快就會見到EK入口, 上一層樓梯會到EK, 5分鐘就到 除了商人房之外, 亦都有Party房, 價錢大約貴一倍 EK就說可以用8-15個人 我覺得就誇張了點, 但5-6個人就長長有餘 Party房有一張自動洗牌機的麻雀桌, 又有卡拉OK的設備 我最喜歡Party房有一張吊在這裡的燈, 非常長眼 不過房間的空氣差點 Party房的清潔費會更加高一點, 是50-100元 詳情請參考團購 EK的服務態度不是太好, 女服務員富顯了事 反而男服務員的態度好很多 房間裡的環境不錯, 但大堂幾熱一下 可能因為沒什麼客人, 所以沒有空氣 其實去私人電影院都幾有趣, 比我相中有趣很多 因為電影真的非常豐富 好多我想看的舊電影, 都可以在Man裡找到 而且又可以轉電影 想試試私人電影院, EK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選擇 有機會我會再介紹其他選擇 大家去到按摩店, 只需要講起看影片介紹 按摩店就會提供優惠 不需要優惠券, 應該是最簡單的方法 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福利